最糟糕的是 他吐完以後 他直接蹲在原地就尿尿 尿尿也沒關係 讓我最不能接受就是 他一邊尿一邊放屁 一邊尿一邊放屁 惡鄰居只是開端 這類型的人住在隔壁真的很煩 約到了就換去搬去住南港那邊 我記得那一次跟那個房東 簽完合約以後 我就先走 因為要趕通告 在電梯裡面遇到一個 長得非常像張君令的一個女孩 這麼好 長相就那麼有氣質 身材就像槍槍一樣 看到嗎 我跟你講 那真的是極品 對 然後對方主動跟我打招呼 他說你是趙哥嗎 我說對 那你怎麼會來我們這裡 我說我搬來這邊 你好 我是這裡的主委 主委長得太漂亮了吧 主委 對 他就問我 是幾樓的 我說我住七樓 他說你是七樓幾號 我就剛好是七樓之一 真巧 我是八樓之一 就是我的正上幫我 不可能 是上個下嗎 對 這樣子之後呢 只要每次有巧遇在電梯口 或是在停車場 他就特別對我 很客氣 很領域 有名人 對啊 有點多禮了 就是 端午節 中秋節過年 他會送禮到我那邊去 我怎麼只是月餅 那個肉粽 我說我沒有在收這個 而且我也不知道 要拿什麼回禮給你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這社區 多少都會有一些預算 大家就敦親目靈 你又是剛好我的樓下的鄰居 那我就送一些給你 其實我知道他想要幹嘛 但是這種東西 想幹嘛 對 不能說過 想幹嘛 我不曉得他對我就是 特別有不一樣的一種情愫在哪裡 你也在埋伏時機 等待開你 我之後要搬走的時候 是因為他發生一件事情 真的讓我嚇到 怎麼有 有一次凌晨大概快3點多的時候 我睡的那個 住的地方那個門鈴 按那個聲音很急促 我就趕快起床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開門 也看到怎麼是主委 然後他喝醉了 對 他喝醉 我說說 主委 好機會 主委 我說主委 我說你家在樓上 他就眼睛迷蒙這樣心鬆 趙哥 你怎麼在我家 我說沒有 這是我家 你家在樓上 你應該是電梯沒坐好 這樣子 我說要不要先送你到電梯口 你自己上去 我才剛這樣講完 他說借我一下廁所 他就衝到我的那個廁所 很危險耶 他衝去就開始狂吐 狂吐猛吐 這一吐 我心裡想說 這可能就明天要洗 這個還不打緊 最糟糕的是 他吐完以後 他直接蹲在原地 就尿尿 尿尿也沒關係 讓我最不能接受就是 他一邊尿一邊放屁 一邊尿一邊放屁 那個 那個感覺 很不舒服 也很大妹的事 我就覺得 怎麼一個女人是這樣 你知道嗎 你看像一個這麼漂亮的女生 在我面前 可是幾乎就是醜態擺出 我們也看過牆牆的影片 沒事 喝醉的影片 看他看會放屁拉屁放屁 嚇死人了 真的 所以就這樣讓我嚇到 不到一個禮拜 我就搬走了 又髒又臭 難看 真的 全身都是吐的 有幫他洗澡吧 我沒有 我幫他清潔一下 沒有 我沒有幫他洗澡 他有幫我按摩 沒有 亂講 來 牆牆來一個 我發現就是每一個社區 如果那些人 通常那些族群的感覺 都不太一樣 對 像我們家的社區是 因為我剛剛說的那個 是因為30年 我們都住在那裡 我們把他起家錯 對 那邊大部分都是瘋子 那如果呢你 如果我們家還有另外一個家 就是它是比較大樓型的 不是社區 不是這種老社區 大樓型的那種新社區 那裡面住的人 大部分都是自以為式的 這種最煩了 對 我都遇到這種 我也很少去用那邊的 因為我爸爸買就放在那 我大部分是住30年的 那個瘋子社區 那如果我要 我頂多就是可能說 我要去做瑜伽 那我等我的瑜伽老師來 或是等我的我同學來 我是在大廳裡面 穿在我的瑜伽服 我坐在那裡 什麼不對嘛 那我坐姿大部分 都是這樣做 那玩我的手機 警衛就來跟我講 小姐 是 你坐姿可不可以坐好 有人反映你坐姿不對 關你 管得太多了 關你 你們那邊有射尖 我跟你講 我爆炸了 我要出來 你們說我做姿不好 我腳很痠 我死不放下來 你說我要做哪裡不好 你告訴我哪裡不好 誰跟你說我做姿不好 腳出來誰跟我對齊 哪一個老女人 講啊 現在知道物鄰居是什麼 好不好 而且 而且我們家那個拉筆很大一個 我就偏要叫了大家都知道 因為我就是你惹我的時候 我就要叫給你們抽人聽 我知道 我就要讓你們知道 踢我的狗 我就要讓你們知道 你看惹我 不好意思 我會比你更瘋 我從更瘋 我跟你講我真的不爽 然後那個警衛很怕一怕 我大聲很叫 他一直走來走去 我就那個大廳超大的 我也不爽 老娘也不上了 我跟你就噴到底了 我就 跑到那個 他一直要走開 我就覺得說 哪個老女人 給我講出來 我就到那個 他那個不是那個 他們有個前台 我又不爽 我走過去 你到底要給我講出來 但是哪一塊 沒有人敢出來面對 沒有人敢出來 沒有人敢出來 沒有人敢出來面對我 沒有 他只敢帶著這個挖頭出來 挖頭 挖頭出來跟妳道歉 我跟你講 我看不起這種人 你今天有種獎 不好意思 你把你的真面目給我露出來 我們只求對決 你跟我說我哪裡不對 我改進 可是你 你今天今天投訴人 你還穩著 你米投訴 我告訴你 我真的需要你來我的社區 我跟你講我不爽嗎 要 你們覺得這個社區多高級 我不好意思 我要弄low這裡 我 我就是旁邊買一盒檳榔 你還在罵四樓的那個女的 那個是風子社區 我現在這個新大樓 那個新大樓是很漂亮的 然後很大 可是你有經過這個風子社區的一個 洗禮 我老實說我不太爽 我也不太會嚼檳榔 可是我要告訴你們 我心裡還要把你們弄low 你們幾個多高級啊 蛤 四樓太婆多高級 我給你們看一下我在那邊吃檳榔 我一口一口吃 然後 拿那個軟盒 神經病 你知道嗎 太好笑了 我不管什麼火不火 我拿那個軟盒 然後讓他們弄了整個low 比較檳榔味 我跟你講 2099就給我撕下來 然後他只能有半個人 沒有半個人面對我 你知道嗎 沒辦法面對我 太屌了 你知道我怎麼樣嗎 沒有人報警嗎 我也沒有 他們敢報警 來 警察來 我講掉出了一件事情 誰來跟我講的 你以為我 你們第一天出來混了吧 我就叫我爸 給我那個群組 我沒有跟他講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爸如果知道 我是要找人算帳的話 不會讓我進群組 我跟他說 我有些事情想要問一下 女家教室 使用的規範對不對 我有沒有做錯什麼 我爸爸就 我爸爸就把家群組好 你問那個某某某的女士 我一進去我就罵說 你們誰說我男生 錯字不好 原因只是因為人家說 你錯字不好 然後要搞成這樣 沒有 他叫我做好 你把他詛咒十八個都罵我 他叫我做好